妈妈 七早八早 天还没亮我们又出门了 看我们这一生那么帅的打扮 然后刚好我朋友就从KO下来嘛 碰巧又遇到大宝神节 所以我们要带来这里过年 呀 一辣朝向印度人 常乐年累没常乐 他昨天Rap太累了 诶 我的 我有话想对你说 中间病 那有夜 现在我们就去载苏生 整个车里面唯一的女生 印度装饮室已经准备好了放在车后箱 开车洗手拔拔回个手 哈喽 哈喽 最近她连声音都不给出来所以我帮她配音一下 可能啊我在东北玩你吧 虽然东北 看起来是不是还没有亮 现在是一个小兴奋啦 因为花了22年都没有参加过那种 印度人的节日 你也是没有啊 没有 从来没有 我以为你有耶 没有啦 我长得像而已 今天这个影片就是要把 印度人的节日拍给你们看 哇 有在累有在累 耶 所以我们现在吃印度餐 今天大饱生节吗 一定要吃一下印度餐咯 我们这样餐出去也很显眼咯 来来来 我都撞到 我们印度的一天正式开始 我们印度一天正式开始 可以媲美台湾国民初恋的 马来西亚国民初恋 从来都不露面的老爸 刘文正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 淡杯勒印度庙这里啦 可是不懂是不是我们来到太晚了 感觉好像在收市这样 所以很像在山场咯 感觉像是山场咯 我还不得了 我还不得了 对 断网十三 没有干脆 干脆 干脆 你们可以听到很熟悉的印度歌 因为在门上很长 都可以听到印度歌啦 而且很难得 自己进去庙宁的看 阿嬷声音乐大声了 所以印度同发型 使用西路口 你可以接近耶 然后其实这个寺庙 是位于大马路旁边罢了 所以很多车啦 来拍照拍照 拍照拍照 一二三 你看耶 你会讲华语啊 我好厉害喔 我想要知道啊 为什么那个大宝宣节 要做光头啊 你为什么不懂 出家人是被回怀 这是我有说 原来第一次进一堵庙 原来一堵庙哥 那跟我们佛教的庙 有点不太一样啦 我们自己看佛的庙亮 原来阿嬷一堵庙里面是长这样的 今天真的是 蛮充实一下 因为以前完全不在一堵庙里面 到底是什么呀 很牵手 一堵小的周围 微非常气 老虽 很能够的 一堵庙里面 每又一堵庙里面 又很厉害 很厉害 又几庙里面 在那邊拍照 還是拍video之類的 我二條地點這個 就是一個祝福的東西來的 不管是男女老少 每人都可以見 每次經過開車的時候 都看到沒有 真的建築物都很漂亮 而且他們每一個屋頂啊 還是什麼都會有神像 耶 所以我們今天的大寶聖節的Vlog就到這邊啦 活蛋好處 OK啦 所以今天的Vlog到這邊 掰掰